据报道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正在评估俄罗斯是否适合留在二十国集团内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二十国集团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汇聚了世界主要经济体 俄罗斯是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当前全球抗议正处于关键阶段 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疲弱 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多 在此背景下 二十国集团在引领全球抗议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等方面 负有重要责任 二十国集团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突出挑战 为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中方支持印尼主席国围绕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的主题 按照既定议程 推进二十国集团各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明镜与主席国围绕团